请听小声音,拥抱大世界 欢迎收听Vista的小声音 哈喽大家好,我是Vista 很高兴在空中与你相会 近年来,时常有一些工部门、企业或大学院校 邀请我去教授有关内容行销的课程 那么,什么是内容行销呢? 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内容行销吧 根据美国内容行销协会的调查显示 在美国已经有高达88%的行销人员 开始采用内容行销 那么,内容行销跟传统的行销有何不同呢? 美国内容行销协会指出 内容行销是一种高度战略性的行销方法 专注于创建和分发有价值 可透过传达相关且一致性的内容 来吸引和留住明确定义的目标受众 最终,以推动有利可图的客户行为 作为最高的指导原则 换句话说 内容行销是一门与客户沟通 但不主动销售的艺术 我们也可以说 当内容邂逅了行销 也就产生了双向的对话 其实早从1996年开始 就有人使用内容行销这个名词了 到了1998年 更有类似内容行销总监的直缺出现 这也告诉我们 内容行销的概念其实行之有年 并非最近才发展出来的 像是1900年于法国首度出版的米其林指南 就令人感到惊艳 他们多年来所推行的美食评鉴员 公正的时速评价和心急评鉴的制度 让这本美食旅游圣经备受世人的肯定 也被许多的行销专家视为是现代内容行销的烂商 那么日本作家钟向纯 在他所撰写的《内容的力量》这本书里面 把内容行销定义为一种对内容产生共鸣的行销 他认为所谓的内容行销 就是吸引目标客群前来网站 使他们想要进一步索取相关的资料 购买产品或服务的行销手法 简单来说 内容行销是一种贩卖体验感受的行销手法 而有别于传统行销的主动方式 内容行销通常相对来得比较低调 沉稳而细腻 而且更加重视用户的真实感受 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组织 开始投入内容行销的行列 好比全球最大的能量饮料品牌红牛 他们就很了解内容行销的魅力 那么如果你打开红牛的官网 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 以音乐或运动赛事为主轴的网站 并不是可以很容易在这个网站上面看到 宣传能量饮料的字眼 不过这个来自奥地利的这家 能量饮料的充满人 就说我们并不想把产品推销给消费者 而是要设法将消费者带到我们的产品面前 那看到这里 你可能已经对这个内容行销感到好奇了吧 那么我们要如何开始踏出内容行销第一步呢 在这边我给大家一些建议 第一个步骤可以设定目标受众 我认为设定目标受众是投入内容行销之前 相当重要且关键的一个步骤 那么以商品或服务的销售来说 我们可以按照下列的方式来循序渐进 一 去思考一下哪些族群会对我们所贩售的商品 服务感兴趣 二 那么这些人购买的动机是什么 在什么样的场景或情境之中 他们会需要用到这些商品或服务 三 我们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 可以为哪些特定的族群带来具体的好处或利益呢 那么举例来说 如果贵公司最近想要推出一款新型的这个意识咖啡机 那么你不妨先想一想 哪些族群会特别需要这个商品呢 或者是什么样的族群会对咖啡机感兴趣呢 是那些金字达田端拥有品位的贵妇企业主 还是一般公司行号里面的中高阶主管 或是一般对于这个需要咖啡音位界的忙碌上班族呢 那么这些人的需求思维跟行为模式 是否会受到年纪性别居住区域或消费意愿的影响 而产生不同的变化呢 那么说到这个设定目标受众 以往大家可能只会关注到目标受众的年纪 性别或职业等等 但除此之外我也想建议大家不妨多关注这些族群的兴趣 价值观 个性以及各种的偏好 那么我们要知道有关目标受众的设定跟洞察 有时候不是只凭这个直觉或经验判断就好 而是要经过深入的现场观察 并着以数据的收集跟分析 才能够真正理出头绪 那么以往我在教数位行销的课程时候 我也会提醒大家 在设定目标受众的时候 也不能太贪心 那有些人可能一心想要把六岁到六十岁的消费族群 都一网打尽 但这通常是不切实际 也不大符合现实的想法 未必适用于每一种商品或服务 所以我会建议你不要这么贪心 我们可以设定明确的这个目标受众来进行研究 那么步骤二掌握产品或服务的独特销售主张 在设定好目标受众之后 我也建议大家要好好去思考一下 贵公司的商品或服务 有哪些独特的销售主张 是否可以帮消费大众解决困扰已久的一些问题 那么如果你能够掌握目标受众的特性或需求的话 自然也就不难投其所好 进而写出让人有感且愿意买单的好文案了 那么在内容产制的部分 我知道很多朋友花了很多力气在商品文案的雕琢跟修饰上面 但是却比较忽略了目标受众的感受或需求 其实这样是比较可惜的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如果你想要从事内容行销 应该要先去思考建立自己的内容策略 然后借此来提高目标受众的关注 那么要关注这个目标受众的痛点 以及我们可以提供的利益好处 那么当我们可以提供的内容 专注于解决人们的痛点时 自然可以发挥很大的影响力 那么基于解决痛点的主题内容 其实也有助于提高转换率 换句话说 我建议大家应该把工作重心 放在思考目标受众时常遇到的问题 然后可以透过内容产制的方式 为潜在的客户说明 如何来解决或排除问题 其次 人们喜欢阅读简单恶药的文章 通常讨厌长篇大论的东西 所以这也意味着一般的受众 他们倾向在决定采取实际的行动之前 先快速扫描一般的文案 所以我们从下标开始 只需要花一点点时间 就可以设法去吸引目标受众的 注意力和兴趣 换句话说 如果你有重要的资讯 想要跟目标受众分享的话 我也建议大家最好可以直接说重点 那快速而简洁的表达 那么最后 当你以提供有用资讯的角度出发时 便能够和阅读内容的目标受众 建立一种信任和亲密的关系 透过内容行销的手法 可以让这些受众感觉到 这些资讯都是极其重要 且有价值的 那么久而久之 自然会让这些目标受众感到欣赏 并愿意进行交易 那么如果你对于内容行销 有兴趣的话 我会建议从设定目标受众开始 然后再投入内容产制的行列 最后写出引人入胜的好文案 那么至于实践的步骤 可以参考我刚刚提到的 这几个方法 然后进而提高潜在客户 他们的参与度跟信赖感 那么今天我们聊了很多 有关内容行销的议题 希望对各位有些帮助 那么如果你对内容行销 特别感兴趣的话 或者是在执行的过程中 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欢迎留言跟我讨论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在这边进入尾声了 如果你喜欢Vista的小声音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或是在Apple Podcast 帮我打五颗星 并分享这个节目 给有兴趣的朋友们 你的支持是让我继续 制作这个节目的原动力 谢谢你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